记者消方系台北报道,47岁艺人丁宁和外籍老公马修有三个小孩,日前庆祝小儿子Amarie满周岁,为他伴抓周,他开心表示儿子紧抓棒就棒不放,有一传到自己热爱运动的基因。 现在热爱孩子的丁宁,却也坦言自己在39岁时,得知怀第一胎,竟独自在厕所里看周燕运棒的两条横线,情绪从傻眼到泪崩,开始想象未来家庭的生活开销,教养费用等,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此将分崩离析。 丁宁回忆当下,把自己关在厕所大哭,我那时不敢出去,连老公问我问题都无法回答。 他经历三个小孩后才了解,如果要一切都准备好,就不敢生了,感慨生命是过出来的,而不是想出来的。 后来回想是因为学习瑜伽让他开始用心去感受跟思考,而不是完全以大脑的理性去评估生活状况。 才学会去感受做母亲的快乐,他校主说,就去享受当下吧。 然而是否担心小孩未来发展,她是个相当豁达的母亲,认为孩子们可以自己决定,她只会讲自己过去在人生道路上的过程,让小孩自行判断,只希望他们都可以拥有足够的乐观跟勇气。 此外,丁宁认为自己是一个乐观妈妈,很多粉丝会向她求助关于家庭,亲自的相处问题,她便会分享自身经验和心得。 希望妈妈们不要再当豁达的助解,不要把自己的不快担心,烦恼都豁在心里不说。 她说,我会这么快乐,保持年轻,就是因为我对情绪零容忍,不是说要无时无刻爆发,而是必须正视情绪,处理它。 其实传播提供,丁宁,又厚,和老公马修,左厚,日前全家聚在一起,为小儿子庆生。 其实传播提供。 传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